据台湾联合报刚刚消息 美国联邦中医院议长佩洛西的专机 在今天下午也就是8月2日下午3 时42分从马来西亚雪邦机场起飞 预计晚间21点30左右抵达台湾松山机场 为此美国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已经提前在台海附近待命 随时为护送佩洛西专机顺利抵台之中 而在今天上午佩洛西专机抵达马来西亚之际 另一架呼号SPAR-20的美国专机也从美国 本土的伊利诺伊州斯科特空军基地飞到亚洲 在日本短暂停留加油后 同一时间抵达马来西亚 由于这架美国专机和佩洛西乘坐的专机 都是基于民航B737改装而来的军用专机 编号C40C 外观涂装基本一致 只有机身编号略有不同 所以两架相同型号 相同外观的军机在这个时机 同时抵达马来西亚 很可能是打算效仿美国总统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 以双击满天过海的方式分别从不同航线绕经台湾岛上空 然后以机械故障为由强行降落台湾 因为从佩洛西的专机抵达亚太地区开始 第一站先访问的是新加坡 然后是马来西亚 那么下一站很可能就会是日本 韩国这两个国家 而根据国际民航飞行路线来看 从马来西亚到日本的民航路线 恰好会穿过台湾岛上空 那么佩洛西的专机 很可能会打着第三站访问日本为由 然后在专机途径台湾岛上空的时候 谎报机械故障强行迫降 完成预定的强行访问台湾计划 而这个理由对于我国而言 很不好防范 因为B737民航客机虽然全球停飞的是 最新的B737MAX系列 而C40C专机虽然是基于 B737民航客机基础上衍生而来 但是由于服役年限较长 且使用较为频繁 加之这一机型近几年民航事故频发 所以出现机械故障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其次就是在今早佩洛西专机 从新加坡抵达马来西亚之际 美国海军一架P-8A反潜机 也出现在了台湾岛南部海域上空 估计其很有可能是来探路来了 因为P-8A反潜机也是基于B737 科技基础上衍生而来的军用反潜信号 所以也不排除这架P-8A就是在为佩洛 西专机满天过海抵达台湾岛提前演练 当然还有一种猜测说是 佩洛西的专机很可能实际飞行航线会比预定飞行航线 稍微更靠东一些 因为在该海域美国里根号航母战斗群 已经提前抵达准备为佩洛西专机保驾护航 加之该航线实际在台湾岛以东海域 相对防御更为松弛的多 那么也就是说佩洛西今晚很可能会以 双击满天过海的方式强行访问台湾 并采用两种不同的飞行航线来混淆视听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防范 现阶段还不确定佩洛西的专机到底会不会抵达台湾岛 同时会以哪条航线抵达 但是防范这种满天过海的做法 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两架C40C专机从马来西亚起飞后 由于其基于民航客机衍生而来 并不具备隐身能力 所以完全可以借助我国在南海诸多 岛屿上的雷达提前确定目标飞行踪迹 然后出动南海上部署的歼11B战机 一路贴近C40C专机飞行 在保持歼11B专机飞行路线一直在我国领海上空之内 同时又保证C40C专机始终在歼11B的雷达探测范围内 并持续追踪 只要其飞临台湾岛上空 想要强行闯入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见招拆招 接住歼11B的强大制空能力 保证其无法顺利降落台湾岛 就算是以机械鼓掌原因想要降落 也可以以半飞的形式 让其降落到福建 看其还敢不敢真的降落 不降落反悔了 那就坐实了其想要强行访问之时 真的降落也能让国际舆论始终站在我们这边 彻底撕下美帝的遮羞部 美国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已经提前在台海附近待命 随时为护送佩洛西专机顺利抵台之中 现阶段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已经提前抵达台海附近海域 但是同一时间美国海军两栖攻击舰搭载 这F35B也已经抵达日本以南海域 很明显一艘航母加一艘两栖攻击舰 就是准备为佩洛西专机护航 以帮助其强行访问中国台湾省的 但是同一时间中国海军和空军以及火箭军已经在提前备战之中 比如这几天海军辽宁舰 山东舰航母战斗群已经在台湾岛以南海域进行战略巡航 渤海湾也在进行实弹演习 空6K组成的机队也在进行战略巡航 而且在8E前夕 火箭军还首次公开了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实弹发射画面 那么对于里根号航母战斗群而言 虽然能有以下四种躲避 保命方法 但是这四种方法实际都不会奏效 所以对于里根号航母战斗群而言 一艘航母根本先不起多大的浪花 多艘航母又没有 所以只能躲避来保命 那么要想躲避 就只有这四种方法 1.航母战斗群主动前往一些密集型的世界港口躲避 利用民船来躲避侦察和打击 2.主动投降 连夜返回美国关岛 3.对卫星或者无人机实施电子干扰 以破坏东风导弹的打击效能 4.硬碰硬用护航舰艇搭载的标准反导防空导弹 强硬拦截 但是以上四种方式 其实都不奏效 因为躲避在民用港口根本来不及 而且也能被发现 因为早在2021年我国吉林一号卫星群就公开过持续追踪美国航母战斗群的直播画面 所以就算里根号航母战斗群连夜从台湾移动海域往日本或者关岛海域航行 也能被吉林一号或者其他卫星所持续追踪 同时在第三种电子干扰问题上 东风时期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款高超音速导弹 其最大飞行速度估计超过20马赫 而在这么高的急速下 普通的卫星制导等方式早已因为速度过高产生的飞障现象 而无法制导打击 所以东风导弹加速早已用上了更先进的自主制导系统 外界的电子干扰系统对其根本没有一点作用 最后一种用标准三导弹拦截也是鸡类做法 因为标准三导弹理论上具备拦截中进程弹道导弹 但是从其以往实弹拦截成功率来看 不仅实战化水准很低 而且连续拦截的可靠性并不高 根本难以阵争 且有效拦截类似东风时期这种高超音速导弹 所以还是奉劝美国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和佩洛西的专机 还是趁早回过去吧 东方熊师你惹不起更不敢惹 最近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结束了对新加坡港口的访问 再次进入南海 有意思的是 里根号原本其实是打算去越南港口访问的 但让美国没想到的是 越南突然临时变卦 拒绝了里根号航母的访问 于是美国又把眼光瞄向了中国 想再到中国附近来转转 虽然美国官员为此找了不少借口 但也改变不了他们在越南吃了闭门羹的事实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里根号本来的目的地是越南的县港 不过 越南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也并不让人意外 毕竟美军从来都是不怀好意 突然过来肯定没什么好事 就像美军来南海的目的 全世界都很清楚 就是想要围堵中国 破坏南海的和平稳定 然而 近年来饱受疫情折磨的越南 非常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南海 来好好振奋一下国内的经济状态 而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对越南来说又是不可或缺的助力 2022年中国与越南的贸易总额高达2000亿美元 可以说越南的发展 完全离不开中国 多方面因素综合起来 越南会选择站在哪一边也不难想象了 但是在越南碰壁后 美军仍然没有死心 转而访问新加坡对里根号航母打击群进行休整 然后又马上跑到南海搅动风雨 值得一提的是 里根号是美军所有的航母里 唯一在海外永久部署的航空母舰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亚太地区的重视程度 以及美国想要坚持亚太独取的狼子野心 可是中国又岂会让美国继续嚣张下去 中国海军航母山东舰已经在南海展开了战斗巡航 显然解放军是不会给美军捣乱的机会的 既然美军的航母不请自来 而中国的航母又正好在南海巡航 那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起来 闯进南海的美军航母 也不敢真的跟中国撕破脸皮 只能在周边转转 这样一来 不就成了中国的活靶子吗 中国抓住这次机会 可以来一场实战演练 对面可是真正的美军航母 比那些假目标可好用多了 中国可以把所有能用的手段都实验一下 看清他们的动向 侦查他们的战术行动 然后再指定有针对性的打击策略 这样一来 未来说不定能为中国创造一定的优势 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大便宜 不战来不战 航母编队之间的对抗经验 正是中国如今所需要的 中国虽然在装备方面一直在飞速进步 但在实战经验这块 爱好和平的中国 确实不如满世界挑适的美国 而如今里根号航母打击群 可以说就是给中国送上门来的经验包 让中国好好的练一练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